沈阳一户人家 大人小孩吃了炒鸡蛋 半夜忽然陆续呈现呕吐腹泻 发高烧等病症 被送到医院救治 经过医生的检查 发现他们感染了沙门氏菌 很可能是由于吃的鸡蛋惹的祸 那么这个鸡蛋料理 为什么会诱发如此严重的食物中毒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鸡蛋的外形是一种状态 代表有一层看不见的膜 这层膜很容易就被洗掉 假如鸡蛋壳外表的维护膜被洗掉 细菌就很容易经过这些小孔 直接进入鸡蛋壳的内部 而一旦鸡蛋被细菌感染 发生蜕变 自然就会使使用的人中毒了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坏习惯 那就是看到鸡蛋的外壳肮脏 就将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冰箱保存 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清洗过的鸡蛋很容易变质 所以并不适合再拿来保存了 很多实验已经证实 清洗后保存的鸡蛋打开后蛋黄已经散了 闻着有臭味 已经发生了变质 那么我们要如何辨别鸡蛋是否新鲜呢 新鲜的鸡蛋表皮有小颗粒凸起 颜色鲜明 这样的鸡蛋是新鲜的鸡蛋 如果鸡蛋壳表皮有黑色的斑点 自从蛋壳里渗出来 这样的鸡蛋已经变质了 千万不能食用 此外 大家可以准备一碗水 将买回来的鸡蛋放入水中 观察鸡蛋的位置 新鲜的鸡蛋是平躺的姿势 尖的一端是不会朝下的 然而放了一周后的鸡蛋会慢慢立起来 放了两周后的鸡蛋就会完全浮起来 三周以后的鸡蛋就最好别吃了 再来就是将鸡蛋用拇指和食指夹住 放在耳朵轻轻地摇晃 若听不出声音 感觉不到鸡蛋里面有晃动 说明这是新鲜的鸡蛋 若听见有流液在鸡蛋里晃动的声音 这就说明鸡蛋是成鸡蛋了 所以不要购买这样的鸡蛋 再来就是将鸡蛋打开后 发现蛋黄散了 蛋白蛋黄混在一起 说明鸡蛋的软黄膜已经失去弹性 鸡蛋不再新鲜 如果蛋黄和蛋白混在一起 同时发出美味辅臭味 那么就不能食用了 有的患者感染了沙门氏菌 由于身体好 不承受治疗也能治愈 但严重的患者就可能会出现脱水抽搐 以及昏迷等症状 三门细菌容易存在于肉 蛋 牛奶等食物当中 属于耐寒不耐热 所以吃这些食物前 一定要留意加热 千万不要生吃 将鸡蛋放入冰箱保存 并不是错误的方法 一般在冷藏温度4摄氏度以下 新鲜的鸡蛋放一个月多都可以 然而通常在室温下 存放超过10天 就容易变质了 此外将鸡蛋竖着放 大头朝上 小头朝下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 粘壳蛋的风险 但是一定要记得了 放入冰箱保存前 绝对不可以将鸡蛋壳清洗干净 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烹饪前 才将鸡蛋壳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拿去烹饪 这样就可以确保吃得安心了 我们一定要赶紧告诉家里的长辈们 让长辈们知道 买回来的鸡蛋千万不要清洗 而是直接将它放入冰箱里保存哦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大家的话 别忘了点击分享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